文佛音见佛法 大家好 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 南怀景大师说 三脉七轮的饭血轮在人体之外 在顶轮出四指之外的上方 离开了头顶就是饭血轮的地方 在这里人体放射出光芒 这种说法以前认为似乎有点荒诞不羁 但视觉这科技的发展 已可射到人体放光的情形 而证实了饭血轮的可能正确性 据说红外线摄影证明任何物体都可发光 植物自然也不例外 最妙的是 当我们离开了坐过的地方三小时后 红外线摄影仍可射到我们残留在那里的放射光 什么是光呢 比方太阳光是光 电灯光也是光 一切都是光 白天有光 黑夜也有光 乃至于到达太空里的黑洞也是有光 万物一切都在放光 所以阿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白色白光 青色青光 红色红光 黄色黄光 一切物体都有光 现代人拥有现代的科学知识才能对佛学了解更透彻 一切万物都在放光 我们人体本身也有光 人体的光有多大 大约两手瓶身展开画一圆圈的范围内都是光 可以用摄影机照出来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一个人都好念头放什么光 都坏念头放什么光 绝对看得出来 所以羞耻的正念绝对是清紧光明 至于说静坐入定 看见放光并不稀奇 所以经上常提到佛说法时 口中放光 顶上放光 胸口放光 应对不同对象 反光位置有益 一般人可能不太相信 就例举几个现成的例子来说明 平日大家的脸上就有光 有些人皮肤黑的像煤炭一样黑的发亮 就当人气色转好 脸上的光就像桃花色 如果一个人印堂发黑 一路下来黑色无光 一定是将死之人 这就是人体光的问题 血衣的人看到人耳圈发黑 知肾有毛病 眼角发黑 知肝脏有问题 连体内下有毛病 怪在的气色 光就透出来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羞耻 怪在外面的脸色 是偏不了人的 但是有些人虽然 红光满面 并非是道 大家特别注意 要知道 这种红光满面 并不是好现象 很可能是气血上至 或许有高血压 容易患脑充血而致命 摸错以为此为 是无疾而终 而外行的误会成语之为 有道之事 其实 真正气急通了 非红光满面 中国人是黄皮肤 应该是黄光满面才对 但非黄胆兵之黄 这也要分别清楚 有些牢里面的犯人 也是这种脸色 有经验的法官 你看就知道 是犯罪的 满脸黑亮黑亮的油光 和锅底的油光一样 好人头上有金光或白光 脾气大的人 头上放绿光或红光 都是磨刀的光 含氧修持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人 头顶上的光就像晴空万里 青蓝色的光 这些都是大道理 大科学 曹斌是宋朝的一位大将 他帮宋太祖平平天下 功劳很大 有一天 曹斌遇到鲸鱼像术的陈伯先生 陈伯告诉曹斌 你的鞭城骨隆起 银堂宽阔 牧场光线 必定可以早年富贵 所机会的是 以消口吹 可能晚年没有福气 接候你出兵作战 以往开一面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或许可配置一些晚福 曹斌听了陈伯的建议 心里颇为认同 有时对于折藏在地下的各种昆虫 都不忍心加以伤害 起初曹斌带兵攻打四川 占领孙婴 他部下的将士都主张要徒成 曹斌坚持禁止屠杀 士兵们掳获了敌方的妇女 曹斌下令开辟房屋 妥善地加以保护 绝对不许有其因非利的行为 高乐战争结束后 对于有家可归的妇女 发车旅费前送还乡 无家可归的女子 也都替她们准备聘礼 选择家偶家人 因此民众都很感谢曹斌的德政 后来曹斌奉命功法江南 礼遇危急 曹斌派人告语他 事情和局势演变到这样 我所惋惜的是全城的老百姓 如果您能归附 实在不是为上策 曹斌因为不忍心生灵涂炭 所以当城快攻下来时 他便忽然说自己有病 无法去巡视战事 同僚的武将们都来探望他的疾病 曹斌对来探病的将士说 我的疾病绝不是吃药能够痊愈的 只要你们各自成心成意的发誓 攻克江南那一天 绝不忘杀一个人 那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将士们听了曹斌的话 大家无不犯乡对天发誓 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江南的人心 一日 民众们都当时胡江 以迎接王师 草兵们用武力就收复江南 他不但保全了领域君臣 而且保全了千万人的性命 开宣后 他举带一些图书和衣物回京城 他又遇到全伯 全伯告诉他 数年前我看你的像 你消口吹 那时我认定你没有外服 可是现在你的像已经改变了 你口角一封 金光居要于面目和须眉 你不但能增加官路 也长寿命 而且后福不可穷尽 曹斌问 什么是金光呢 陈伯答道 金光就是德光 它宛如一种黄凉的紫光 一个人如果积了大阴德 脸上便会浮现金光 美貌也出现彩光 眼睛表露神光 头发出现豪光 皮肤呈现香光 身上的气外敏而内彻 不但增长寿命 而且也能抚印子孙 曹斌果然应了陈伯的预言 环境非常美好 活到96岁高龄 才安详世 皇上追封他 寄养君王 他有九个儿子 长子曹伟 四子曹聪 三子曹灿 都是一代名将 连幼子也被赐封王爵 子孙长盛无比 我们在看唐朝 有一天 裴渡走到街上 经过一座寺院 看见一行禅师 正在天眼相面 裴渡等大家都走了以后 才去请教自己的面相 一行禅师熟识良久 说 你天生异相 今生不但没有希望考取公民 而且眼光外浮 纵闻入口 是一种启示街头 急遥而死的像 我看你甭靠了 裴渡听了 心里非常伤心 整天垂头丧气 连教书都五经打菜 初天后 裴渡到香山寺去漫步 看见寺里有一位夫人 跪在佛前 男男祈祷 祷告完毕 匆匆离去 裴渡看见案桌上 有一个包袱 解开一看 是非常贵重的物品 一个淬玉带 和二个膝带 他想 这一定是刚才 那一位妇女所有 于是坐着等待施主 到了下午四点钟 那位妇女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匆匆地进门 扫尸按桌一遍 不禁挖然大哭 裴渡上前问他 夫人哭着说 家父病重 家产当尽 昨日我请到明医 略有起色 所以今天早晨 我赶去亲戚家 接到一条玉带 准备点押借款 做医药费 我行经此次 顺便入室其道 不料心急匆忙 忘记携走玉带 等我到了点 才发现遗失玉带 我没有钱 家父一定无法活命 杀有家母和弟妹带养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说完又大哭起来 裴渡奉还原物 夫人拜歇而去 裴渡回家途中 又遇到一行禅师 踩走离树部 一行禅师呼唤裴渡转身 对他说 你必定做了一件 很大的因德 我看你的容貌 舍入口变为玉带文 不但不会饿死 而且将来有无量的福报 可能会出将入相 裴渡拍一行禅师讽刺 回答 爱说笑 大师说话 怎么前后矛盾呢 一行禅师回答 七尺长的身体 不如一尺长的脸 一尺长的脸 不如三寸长的鼻子 三寸长的鼻子 不如一点心 黑渡笑着说 人心怎么像呢 一行禅师回答 要去天上意 须在云中去 要去心内事 须变眼中神 你记了因德 目光不浮 紫其灌精 口角文长过悲驰这部位 而且胡子均匀变美 做了因德 脸上的像 便会有所改变 你必定享受 极贵的俘虏无遗 于是 黑渡就把刚才 在香山寺 使唤玉带的事 告诉一行禅师 禅师也加许 他的善心 那一年 黑渡便考取见识 由于官员亨通 过了十多年 他升任博班大学士 不久又升为首相 他升任首相的经过 非常曲折 黑渡起初 奉朝廷的命令 戳使蔡州 向朱军宣达政令 回到朝廷后 裴渡向朝廷承奏 攻取叛贼的书状 王成宗和李时道等叛贼 计谋阻扰蔡州的援军 因此暗中潜伏京师 刺死掌握大权的忠臣 而且杀害了宰相 古元恒 他们三度用剑 袭击裴渡 第一剑砍断了鞋带 第二剑刺中裴渡的背部 却只划破了他的内衣 第三剑 轻微刺伤裴渡的头部 恰巧他戴了战帽 所以剑伤不身 就当叛贼追杀裴渡时 裴渡的随从王毅 抓住叛贼而呼叫 叛贼回身 用刀砍断王毅的手 裴渡才能脱逃 由于裴渡逃走过于仓促 不小心掉落沟壑中 叛贼以为裴渡已经死了 所以才舍离而去 皇上说 裴渡能够脱险 全是天意 于是命令裴渡为 怀惜招逃使 而平定了怀惜的内乱 并且封他为晋国公 经常奉命 出使边地诸国 肆意的军长 一定会询问 裴渡的年龄相貌 尤其可见 中国和遗族 对他是多么敬畏和佩服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 与您平常自信的善恶 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 就是为自己创造善意善缘 或俯灭罪的机会 好人既有好报 赢得是使命运 顺遂如意的最重要的动力 因此多基因的好处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